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请来黄湘进聊天 他3月将会在会展居行音乐会 到时谢霆锋、Juno等等会做他的表演嘉宾 黄湘进由艺能公司的讯差做起 之后跟着杜致池学做唱片监制 由草猛、梅艳芳、何韵思到陈奕迅等等 和不同歌手合作多年 拿过不少音乐的大奖 他会讲讲和梅艳芳看球、倒牙教的往事 也会讲讲和林海峰做音乐以外还有什么兴趣 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你是名校生DBS 这个学校有什么影响你 我所谓名校都是最迷的学生 你怎么迷分 我不上学 因为那时我升到上中学的时候 整个人的转变很大 突然觉得世界有很多很吸引 除了读书 所以那时整天都很不想留在学校 总之很无谓的 有时可能坐在巴士里面 游车后 就像我这样 就像周街叶 因为我的人是比较 我很喜欢思考的 所以有时 我觉得只有一个人的时间 很好 无畏畏畏又会想想 有时会问很多 自己 见到某些事物 就会想 譬如以前我很小时 就会想 我见到那个红色 跟你见到那个红色 是不是一样 你见到那个红色 可能 在我的角度 就是 如果 你见到那个画面 掌握了 放回 在我那里 可能我见到 为什么这些色不一样 可能是这样 我会想 成绩就肥了 成绩就没有了 成绩就没有了 没有成绩 没有成绩 学不回 没有成绩 我其实 接着就已经 已经 被踢出校了 学了两年 就没有读 接着就去其他读的思考 同时 因为 课语的时间 就开始真的夹队 玩音乐 除了夹队以外 我还认识了一些 一些打碟的朋友 在disco打碟的朋友 所以就开始认识 多些不同种类的音乐 那段时期对我来说 是很 很丰富 我想我很多养分 就是在我中学时期 那里来的 那些是比我们年长一点的朋友 可能带我十年八年 就听他们说 现在英国流行什么 就让我听很多 那时候最流行的音乐 例如听Dale Bowie 听Depeshmo 甚至Durian Duran Culture Club 很多 日本的安全地带 The Checkers 很多 那时候觉得世界很大 音乐的世界很大 那你读完书做事 第一份工作是去做 做信差 我第一份工作去做信差 因为 我那时候还是 买报纸或是找工作 那时候看 突然间 我形容是 即是 一个缘分 或者是一组安排好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很多 我就不知道 看到那一格 什么 我不记得 他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就说 请了一个 Office Assistant 那时候 他说 Office Assistant 不如打个电话 去问一下 打电话去问 就 我约见工 我约见工 那 去见 我记得好像 星期四 星期五 你星期一回到工 就开始了 就是艺能 艺能 我对于自己工作 我是很 很着紧 总之我是很 努力做好我 送好我的信 很妥当 准事 甚至有时 很快就做了所有事情 我就会留在公司 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 大家觉得这个孩子 都很好 所以他们会 给一些 额外的工作 当然我不觉得那些工作 我 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 就是 1989年 那时候 日本的西城秀书 不知道大家知道 西城秀书 西城秀书来香港开演唱会 就是艺能制作 那他们就叫我 不如这样 你负责 召唤一队 一队 哇 立即 当然是 你反应了 很开心 所以一放工 就立即去帮忙 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 譬如去酒店接他们 接他们 然后有一架 车 接他们去红馆 彩牌 然后在红馆彩牌 看他们彩牌 看完之后 就接他们回去酒店 但是 那个图中 哇 你看到就是 首先 很深刻的就是 日本人做事的专业 他们已经是 所以很整齐 所以是有了 label 已经是有 label printer 那接着呢 他们的台面的 setup 他们会有些 assistant 抹好所有 所有 赤串 基本上 他们那班乐队 一走进去 就已经合适了 无论打鼓也好 谁也好 一走进去 就已经 开始得了 那时候 看到目定口哀 我很记得 有三个和音 三个女孩 那他们的身高 真的是高中矮 那样 他们走进去 咪牌不用教的 对 对 因为我看到他们 赤串 全部设置 那时候 那时候 这个画面 就已经是 砰 印了 去我 我做了 Office Boy 做了八个月 八个月 之后 公司就 那时候 推荐了我 去做 艺术管理 我记得 那时 我卡片的名字是 Talent Co-ordinator 现在大家常常说 那些艺术家的 寶姆 助手 或者 那 那 有时 那些人都说 哇 那其实 跟你做音乐 不关事 甚至 浪费了些时间 那我说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其实 想心一层 是很大帮助的 因为我们 就是 我之后 要做的 工作 到现在 其实我很多时候 大部分时间 我都要 跟艺术家 那 那一年 就是 令到我知道 艺人 是什么一回事 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他们的 舒适区在哪里 怎样令到一个艺人 可以 做到他的 最好 因为 始终 艺人 面对着 的事情 跟我们平常人 是怎么也有些不同的 所以 之后 我就会学到 我怎样 去令到艺术家 在最舒服的情况之下 去 无论录音也好 做演唱会也好 总之他可以 不用理那么多东西 那一年 其实 给到我 起码一个概念 那段时间 就认识了很多 不同的 艺人 黑勤 校长 就是那时候 已经认识的 做了一年之后 公司就 咦 开始 发展唱片部 又问我 有没有兴趣 转 我就顺利成章 因为他们知道我 这个人 是玩音乐的 那很幸运 又是 一直很顺利的 其实 开始 我做唱片的生意了 很多白乐 早期 到之前 会影响你很多 当然 到之前 因为我一开始 在入行 就是跟着他 嗯 他是一个很 厉害的 音乐人 凶不凶 他 他 他本身是 始终是一个 我常常说 是很平衡的 一个 那么有才华的 艺术家 他 是有点脾气的 当然 但是他 我跟他 认识了 由 那次到现在 这么多年来 他罵过我一次 一次 剩下一次 因为什么呢 我那次因为迟到 那次因为去做 要做草猛演唱会 我记得 第一个洪馆 1995年 三人主义演唱会 那我就去了掩头发 去了掩头发 但是我没有想过 死了搞这么久 死了 够钟 但是整头 走不了 唯有迟 迟了 迟了很多个小时 去到洪馆 就 就惨了 他不是被罵 是破坏了自己的牌匾 我们就是住在同一区 所以每一早 其实他就会 我会去他家 叫他起床 接着他就会车我 车我一起 去studio做事 完了他就车我回家 那我通常就留在 回程 车程的时候就问 啊 其实呢 刚才呢 我会问很多 嗯 那他就说 他就说 那 所以我们那个 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 那时候 就学 开始学 他 会给了总谱 那我就要分谱了 我就将这些谱 全部分回去 变成一份份不同的 因为以前 全部都是手写的 那我就在那裏 要抄谱 抄谱的途中 你又学 又学一下 又记一下 为什么这样呢 那裏 原来是这样的 我第一个 就是做的唱片 就是全套奠奏 去做监制的 就是和佐宗曼做 三人主义 1995年 那时候适逢就是他们的转型 so call 他们由一队 跳舞组合 就是唱很多cover的歌 然后突然间变成创作歌手 是 都是因为杨振隆的关系 所以我跟他们熟了 我们那时候录音 是开派对一样 我们录音很多人 有些朋友会一起来探班 所以我们的歌 那时候是 你看credit的和音 有很多人在 有很多其他人 除了曹曼那三个 有时呢 在诺音室 会知道旁边有谁在录音 有没有兴趣过来帮忙 那时候很棒 大家很滑地走过来 你记得有谁 毛啟然 有赵学仪 所以草猛 或者后期我和阿智 double c music group 都是我一个跟 我的起步就是 在这里来的 嗯 因为草猛 接了阿妹的碟来做 那又做了阿妹的碟 那你接触的梅艳芳是怎样的 这个很厉害的 我们称呼她做阿姐 当真的认识了她之后 我是很佩服她的 她很细心 很大胆 与此同时是很肯给机会 那些新人 例如我 例如草猛 也是 这件事也是我其中一个 我觉得 这件事是植入了我 她虽然口没有说 但她用新的 已经教了给你听 就是 一定要 给机会 一些 新的人 她肯 让我 做她的唱片 甚至 做她一个 弓管的演唱会 的 music director 我记得有一次 在朋友家里吃不饭 我们在一个露台 我和她聊天 聊什么呢 聊大家的 就是dream house 她就说了一个趣事 给我听 她说 以前就会幻想 我有一间玻璃屋 可以睡在这里 睡觉的时候 看到玻璃 可以看到月光 星星 好像很浪漫 她真的做这件事 但她说 哎 然后糟了 下雨的时候 睡不着 你想现实的距离 就是这样 而且一起看球 她很喜欢逼合 是的 适逢2002年 韩国和日本举办世界杯 我们在做旅程 我们去了美国 在东岸 所以我们的时间 刚刚一队 我们在做旅程 有一晚 英格兰对巴西 因为我是 我很喜欢巴西 她是英格兰 当然 那我们就 商约 在酒店网址看球 好像是做完秀 还是拍摄完的 然后就商约 在网址 当然还有其他团队 一起看球 她就穿着 英格兰7号球衣 我穿着 巴西6号球衣 卡路士 她就逼闲 我们就在网址看球 然后 她就跟我说 喂 如果 我 输到 如果 英格兰赢了 她就要我喝一瓶红酒 如果巴西赢了 她就要喝一瓶半白酒 因为她知道我不喝酒 我滴酒不沾 所以我答应 我很厉害 我不知道 懒惹来的勇气 我答应了 那结果是怎样 结果是她还欠我一瓶半白酒 他知道有一天 如果我们重逢的时候 我会追讨 我们好像很少有机会看 霆锋 我们作为香港人 是啊 很少有机会 你怎样找到她 我就传讯给她 她怎样反应 OK 即答 是啊 OK 二话不说 是啊 没问任何东西 我只跟她说完之后 这样 OK 肉糊碟 这个碟是很多故事 首先就是唱片公司 很好 因为我是很大胆 我说我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录音 我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做混音 当时 CEO李进 以及当时的案业管理 ty 江港生 因为我很少能跟唱片公司的高层讲音乐 我跟他们讲音乐 我可以用音樂的角度出發 所以是很難得的 他們很明白 所以他們都用他們的方法 用他們的能力幫我爭取到一些預算 和聯絡 例如我想去日本做後期 他們都會幫我搞一下聯絡 我想找的人 所以這個唱片是其中一個唱片 我覺得是做得很幸福的唱片 所以我最近因為這個音樂會 聽到從事做那個歌這唱片我是感動 我真的有眼淚 我加了很多東西那些人的方法 去幫你完成你想做的事 做人的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幫過你 你要記住 亭峰在公司的人叫他兒子 你是不是叫他兒子 你認識他時已經十幾歲 他只有十幾歲 他那時都十九歲 我認識他時十八歲 其中十九歲那一刻我就跟他一起過 我們一起做一個表演 生日 那他會和你一起打機嗎 我不打機 我是要等他打機 打完機 錄音樂 我不打機 你會和一些藝術不是音樂以外 我們不如做一下 調劑一下 聯誼一下 都有的 例如我和林海峰 亭峰會搞裝修 或者大家研究一下 舊車 看一些音樂 和亭峰可能 喂 什麼吉他 和Juno會不會研究一下時裝 和Juno又不一樣 和Juno是通常研究一下 那些電影 譬如Cult movie 或者他經常介紹給我看那些爆腸 那些電影 我會研究這些 黃湘峰的樣子 其實就很見譚 這個訪問聽到他講不少音樂背後的故事 亦都聽到他感謝很多幫過他的人 就想問他 假如讓他約一個人坐下聊天 他會約誰呢 如果可以讓我任選一個人 約他坐下聊天 我想約Paul McCartney 因為我是The Beatles的粉絲 我是很好奇 為什麼他去到今年80多歲 還可以這麼有魄力 做創作 做他的tour 仍然很活躍 仍然和很多不同的單位合作 他在想什麼 當然說到底只是小粉絲想見偶像 很久沒有 所謂的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